那有人说好办呢 就从那儿就地盖间房呗 您说什么 在皇上的坟券子里边 您说盖间房就盖间房 好家伙嘞 流利门以内 宝城尽处 我的天哪 那要是随便动土 那就破了风水了 吓死 也没人敢给皇上出这主意 坏了龙脉 那是天大的事啊 你好 我是昆仑刘师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给您讲故事 昨天啊 有好多好朋友 知道我养了以后 都纷纷的给我留言 让我保重身体 我来这儿啊 谢谢您 也请您呢 保重身体 咱们的日子呀 不是还长着呢吗 关于这传染病这事啊 您看是这样 早得早省心 不过呢 这话又说回来了 不得更好 所以说呢 咱们大伙都好好照顾自个儿 马上该过年了嘛 都平平安安的都好 这两句闲言过后啊 咱们要输开正文了 那今天 咱们要聊这紫禁城当中的 哪一对母子呢 今儿要说这儿子呀 那可了不起了 儿子是谁呀 就是这个雍正嘴里啊 全天底下 最好最好的好弟弟 宜亲王 印祥 他的妈妈呢 就是后来被追封为 静敏皇贵妃的敏妃娘娘 这敏妃 是内务服选秀 他自然呢 也是这个上三级的包衣出身 不过呀 他和其他的几位娘娘不一样 他自小啊 并没成长在京师 他呀 是从这个关外长大的 他们家在哪啊 在现在辽宁的海城 牛庄镇 这牛庄这地儿 他我去过 我对那个地儿 他印象最深的 他当然就是肉饼了 因为那会儿 他我也不知道这个 有这么大个儿 黄贵妃这家乡就在这儿不是 这张家氏啊 最早的这个 关书珠翻译啊 也有翻译成张雅氏的 您可千万别让电视剧带偏了 这十三爷印祥的妈妈呀 绝对不是蒙古公主 是一个正经八板的 满洲奇人女子 当然了 这内务服选秀进宫吗 那一进宫肯定就是宫女 哎 这服是皇上呗 后来一了二去呀 这被皇上看中呢 就成了树妃了 并且还挺争气 给这皇上啊 生了这个 和硕怡亲王印祥 和硕温克公主 和硕敦克公主 从这儿啊 我们就能看出啊 这敏妃娘娘 命啊 还是不错的 比其他娘娘且强着呢 为什么呢 因为您看啊 这娘娘一生啊 只生了三个孩子 就是这个印祥和两位公主 您看啊 既然后边两位公主 她有封号 就证明这二位公主啊 也都长到了成年 所以说您看啊 这娘娘啊 生了三个 长起来三个 最起码呢 她不用看着自己的孩子早伤 这白发人 要是送了黑发人 这心里那得多难过呀 要是敏妃的生平啊 那也就这样了 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因为这娘娘啊 她死得早 这个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啊 就轰痴了 她死那年啊 这十三年印祥 才十三岁 那两位公主就更小了 那有人说 那这故事不就完了吗 那就到这得了 哎 不解 但这故事啊 刚开始 康熙三十八年 七月二十五 这敏妃娘的婚事以后啊 大概又过了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啊 发生了很多事 这十三皇子印祥啊 从一开始 受父亲康熙的信任 到后来啊 因为也是参与了 这个九子夺地的党争 逐渐呢 受皇帝的冷落 到最后 也就是啊 到了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驾崩 这印祥呢 还是个平头阿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既没封了王爵呀 也不是卑子卑勒 成了家以后啊 还住在紫禁城当中 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差事 总之康熙活着的时候 最后这二十来年啊 对这十三阿哥 很冷淡 很不当回事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瓦片啊 他也有翻身日 东风也有转南石啊 话说老王燕驾 新王登基 就在这雍正皇帝 登基的第二天 碰登 苍 这十三皇子允祥啊 就像坐了火箭一样 这地位一下子就升到了天上 不但被封为了何说 疑亲王 还是这个义政大臣 总理王大臣 这疑亲王啊 和雍正之间的故事啊 咱们已经没少说了 在这儿啊 也不掰开了讲了 总之这疑亲王印祥啊 到了雍正朝 那就是真用了戏台上那句话了 叫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人物关系和这个人物命运发展啊 咱们基本上交代完了 咱们就要说说呀 这宗遗案了 这是一宗什么遗案呢 要说这事啊 他就出在这雍正元年的正月二十六日 哎 那一天啊 这雍正皇帝给礼部下了一刀圣旨 他说呀 西年皇考建设非元寝 为妃母等殡所 为敏妃母一位皇考曾将御旨 在安于领寝流离花门之内 宝城进出 骑入宝城 今亲尊皇考原旨 奉敏妃母 安于宝城内 在宝城内奉安者 只有敏妃母一位 应追封为皇考皇贵妃 应行典礼 耳部异奏 哎 这谁都能看出来呀 这雍正皇帝 这是为了买自个儿这十三兄的好 所以说呀 就想给这个死了二十四年的敏妃娘娘 哎 进封为皇贵妃 并且遵从这个先帝爷的御旨 把这个敏妃娘娘一同安葬到景陵地宫当中 关于把这过了世的老太太是否进封为皇贵妃 当然就是您皇上一句话的事了 把这敏妃埋进康熙皇帝的地宫 到底是不是康熙本人的意思呢 并且这旨意上面交代的挺清楚 说呀这二十四年以前 这敏妃娘娘过世的时候啊 这环考就说先别埋 这敏妃也和别人不一样 他呀以后啊 得和我埋在一起 哎 这样啊 先把他的灵鹫啊 停在这个景陵灵寝 琉璃花门以内的宝顶附近 找这么一合适地呢 先存下 等以后啊 再跟我合葬 那这句话啊 他可信吗 哎 有多一半的清史研究学者呀 他都信 但是我在这儿啊 跟您说啊 这事儿啊 他不可能 咱们呀 逐条的分析 首先说呀 这康熙皇帝 真要是想着敏妃随葬自己的地宫当中 在敏妃薰室的时候 直接把这灵鹫奉安到地宫当中 不也就完了吗 因为在当时啊 这地宫里已经葬入了 孝成孝昭和孝仪皇后 有人说 那是因为这妃子 他不能和皇后葬在一起吧 哎 那就错了 那后来怎么就行了呢 这些还不都是皇上一句话吗 再来呢 您觉着 这皇上要是真疼这位妃子 能把他的灵鹫 直接扔在院里吗 怎么着 也得找个垫 把他挺起来呀 即便不这样 咱也别早班的 就把他放到那个警灵的院里去 您看啊 同样是因为这个灵鹫还未完善 这个宁鹊妃 还有这个端顺妃 这些个妃子呀 当年都是在这个京北的草八里屯 赞安 等到陵墓建好之后啊 再运到东陵 所以说 把这个敏妃娘令的这个灵鹫啊 停到这个院里呀 实在是太优伪常理了 而且在我看来 这画面很违和 不可想象啊 那有人说好办呢 就从那儿就地盖间房呗 您说什么 在皇上的坟券子里边 您说盖间房就盖间房 好家伙嘞 流利门以内 宝城近处 我的天哪 那要是随便动土 那就破了风水了 吓死 也没人敢给皇上出这主意 坏了龙脉 那是天大的事啊 那这会儿就有人又说了 你瞧这文献上是那么写的 你这放着这个 现成的文献不看 你这瞎分析什么呀 那您要是说文献 那我这里也有一条 清圣祖实录 得算文献了吧 前面夸娘娘的话 咱们不用解释 主要就是后三个字 耳部查例行 查例行啊 就是说呀 让这礼部啊 照着例子 办这个敏妃娘娘的丧事 那这礼部 查了没有啊 当然查了 钦定大清会典则立 第九十卷 丧礼是这么记载的 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敏妃轰 一英礼仪 与三十五年 嫔妃 丧礼同 多明白啊 就是这三十八年的时候啊 这敏妃娘娘轰事以后 葬礼啊 和三十五年 嫔妃的葬礼 一模一样 就是啊 这个拉到这个警铃 非原寝下葬 那么这事实 其实就在眼前了 其实在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 这敏妃娘娘已经下葬到这个警铃 非原寝的地宫当中 哎 人家有自己的地宫 并且知道今天 但那个位置啊 还是一个空宣 那个地方还空着呢 是这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 为了这个埋好自个儿这十三兄弟 生生的 把这位 非恶娘啊 从这地宫当中 生生的请了出来 埋进了警铃 所以说在这一桩 没头没尾的乌龙案啊 始作俑者 就是雍正 这件事 它虽然是个疑案 但是说起来 对谁都没有坏说 成全了雍正皇帝啊 和这个允祥之间的兄弟情 并且呀 开创了清代 皇贵妃随葬皇陵的先河 得嘞 今儿这故事啊 咱就讲到这儿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 唯一动力 是我在疫情当中 持续更新的唯一动力 得嘞 祝您全家平平安安的 咱们呀 明儿见